尽管美国进入加息周期,最近一次以息更大幅加息0.75厘,为无外投资及上车客入市步伐。代理认为,美国大幅加息,对本港物业市场买家入市意欲影响不大。有外籍投资者无据加息。在以息前抢购影弯原两房单位作长线投资。 鲍威尔,不排除单次加息一来日前。联储局主席鲍威尔出席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听证会时表示,决心降低美国通胀。相关决策官员正采取任何必要行动恢复物价稳定。被问到联储局加息100点指的可能性。鲍威尔指,永远不会排除将任何具体加息幅度。 自上星期联储局大举加息0.75厘。创下1994年以来最大加息幅度后,市场非常关注未来议息关键日期。 据报,亦有官员预告,7月议息会议很大可能会再次加息,估计加幅为0.75厘。 印度籍投资客抢供影弯原事实上,加息无阻投资客入市信心。普遍加息对供楼负担影响不大。更有外国投资者赶及美国议息结果公布前值入市。 中原地产吴嘉威表示,影弯原16座中层衣室,实用面积543平方尺,两房间隔,在大单边开阳山景。单位开价740万元,减价15万元。 日前获外籍投资者以725万元承接,实用尺价13352元。 代理表示,该印度籍投资者深名专头具避险保值功能,加上长线看好香港楼市,于是入市作长线投资。 看楼约两星期,见上纸楼价合理,爽快承接,同类单位市值租金约1.5万元。 按成交价计,预计租金回报约2.5厘。 据知,原业主于2015年7月以550万元买入单位。 辞货7年转售,账面获利175万元。单位期内升值32%。 中原地产王超华表示,分行新近速城全湾万景峰一座极高层F室成交,实用面积507平方尺,两房间隔,叫价1100万元。 单位属罕有极高层放盘。在开洋泉湾市景,放盘约10日,经投资者合扣下迅速以1076.8万元成交。 折合实用赤价21,239元。 代理指,同类单位市值月租约2.1万元。 要买家可享约2.3厘租金回报。 原业主则于2015年中以778万元买入单位。 辞货7年转售,账面获利298.8万元或38%。 美联物业王家俊表示,尽管美国宣布加息,为无外赏车客入市报伐。 该行日前促成员朗朗庭园二手成交。 一个低层两房单位获区内客乘接。 成交价546万元。 代理指,刚成交单位为朗庭园五座低层衣室。 实用面积约424平方尺。 建筑面积约565平方尺。 向东南。 原业主早前叫价约580万元放售单位。 吸引区内上车客欠箱承接。 客人月前开始看楼。 希望密得同区二手盘。 邻近家人居所。 有建单位警官开扬。 间隔4正。 而且价格相宜。 考虑不久即决定入市。 双方数到以价后。 中以546万元成交。 实用尺价约12877元。 建筑尺价约9664元。 资料显示。 原业主于2006年5月以约131.8万元扣入上纸。 专售账面获利约414.2万元。 其间物业升值于3倍。 专程度等纸上纸上纸。 作画面瓶 applure。 感谢观看